这个夏天最火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应该是姐姐 而最火的姐姐节目 湖南卫视乘风破浪的姐姐 当之无愧 2020年6月12日中午 在没有热搜的日子里 这档节目毫无预兆的上线 刚上线6小时就突破1亿播放量 随之带动湖南广电旗下 芒果超煤直奔涨停 杀入千亿市值俱乐部 众人惊呼 湖南台又制造了爆款 而放开湖南卫视的历史 你会发现 他们几乎每一次都能压队爆款 从爸爸去哪儿 到我是歌手 再到现在的乘风破浪的姐姐 都引领了新的综艺风潮 虽然提到湖南卫视 网络上对她总是褒贬不一 爱她的人叫她芒果台 恨她的则称她为马桶台 诟病她盛场无脑偶像剧 喜欢恶意剪辑 娱乐至死 但即使恶评满满 湖南卫视又被公认为是 高收视率 影响力大 热门话题制造机的王牌卫视 是媒体界的黄浦军校 从湖南卫视走出来的电视乡军 甚至撑起了综艺界的半边天 诸如创造101 偶像练习生 吐槽大会等许多热门综艺的制作人 都是从湖南卫视走出来的 这样毁于参半的湖南卫视 它背后的故事 其实远比综艺还要精彩 所以今天品牌歌 就带大家来聊聊湖南卫视 说到湖南卫视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叫魏文斌 1993年 魏文斌刚当上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 那一年 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 正在平静地发生着一些变化 全新机制的上海东方电视台 正式开播 被称为中国电视领域 小港村改革的东方时空 正式与观众见面 世界传媒大鳄莫多克 出资数亿美元 从李嘉诚手中 买走了香港卫视中文台 64%的股份 开始进军中国市场 而当时的湖南广电 还只是个又土又穷的地方小台 底子薄 基础差 是魏文斌任厅长时 湖南广电的真实写照 因为资源缺乏 赖以生存的广告 除了化肥 就是饲料 湖南电视台 因此得到了一个戏称 化肥饲料电视台 省里观众看电视 首选的都是央视 其次是山东台 最不济也是长沙台 至于湖南台 还不如关了省店 为了创收 有些单位 甚至自己开餐馆 办专场养活自己 很是魔幻 所以 魏文斌到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革 但怎么改 却是个问题 于是 他闭关三个月 找来许多 国外文化产业的资料 仔细研究 然后他发现 美国报纸的产值 早就超过了钢铁业 迪士尼一年营收 能有一百多亿美元 一个好莱坞 可以撑起一个洛杉矶 而湖南广电 一年的创收 大概只是好莱坞 一部二流电影的利润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营绕在 魏文斌的脑海里 然后他悟出了两个字 产业 只有把文化 做成一种产业 才能走出去 才能赚钱 想明白了这件事的 魏文斌 心里已经有了 湖南广电 未来二十年的发展蓝图 他想建成一个 中国的好莱坞城 建成长沙的 比划丽山庄 想让湖南的广电事业 成为本省的 支柱产业之一 可是 他这个计划 不能说出口 在整个湖南经济体系中 创收能力不足 六千万的湖南广电 无足轻重 以无足轻重的经济实力 无足轻重的产业拓展前景 畅想一个 与好莱坞媲美的 文化产业航母 谁都会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但魏文斌 是个实干家 他开始在长沙周边 到处看地 来来回回 看了一个多月 最终选定了一块地 这块地的名字 叫马兰山 几年后 当崭新的湖南广电大楼 在马兰山拔地而起 湖南台的园景 也在马兰山 被逐渐照亮 新的广电大楼 选址成功后 魏文斌又明确了 接下来要做的三件事 第一是上星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广播电视 从微波传输时代 过渡到卫星传输时代 卫星时代 使电视台的竞争 从省内 扩大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 湖南台想要将电视台 推广到全国 甚至走向世界 就必须上星 第二是 从新闻节目开刀 进行内容改革 魏文斌是农民的儿子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接地气 知道民间疾苦 他要求电视节目 要反映老百姓的问题 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在这个思路下 晚间新闻 成了魏文斌的练兵场 主持人开始站着 像讲故事一样讲新闻 完全的平民化视角 这在那个新闻 等同于吹捧领导的枯燥时代 无异于劈开了 新闻界的一道缝 开启了平民化新闻时代 练兵成功后 一款名为焦点的节目 应运而生 这款节目的影响力 有多大呢 央视的焦点访谈 便是在焦点的影响下诞生的 另外 焦点栏目 还带出了两个得力干将 一位叫张华丽 后来创办了天鱼传媒 还有一个叫吕焕斌 如今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 第三件事 则是搭建新电视台 在新部门改革 以减轻阻力 这是魏文斌 从邓小平特区改革里 得到的灵感 在传统体制的影响力范围之外 开平一个 具有实验性质的特区 在这个特区 建设一套 符合市场化原则的用人制度 比如开放的人才准入机制 刚性的淘汰机制 倡导竞争的激励机制 当这套制度 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之后 再反过来 在体制内 进行复制和推广 1994年 新电视台湖南京市 拿到批文 从台长到员工 全部重新公开招聘 第一任京市台长 就是在魏文斌之后 成为湖南广电台长的 欧阳长林 在成为湖南京市台长之前 欧阳长林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湖南电视台 华夏影视公司的总经理 进入京市台之后 他也把华夏影视带了进去 他想利用华夏影视的力量 好好的打造 京市的电视剧板块 而做电视剧 欧阳长林的心中 也早已经有了完美的合作对象 那就是琼瑶 欧阳长林和琼瑶是旧时 在他还在做记者期间 就经常代表湖南卫视 和琼瑶合作 因此两人 也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彼时 琼瑶在台湾 几经起落 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 相反 大陆才刚接触到琼瑶风格作品 所有人都耳目一新 他也因此 想在大陆东山再起 两人一拍即合 后来的是 我想不说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环珠格格横空出世 一炮而红 创造了中国电视剧 有数据统计以来的 最高收视记录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被打破 环珠格格之后 双方又合作了 又见一连优梦 收视率为1.99% 虽不及环珠的万人空巷 但也是同时段 全国卫视节目第一位 在欧阳长林任职期间 湖南京市的自制剧能力 一直很强 除了严情剧 像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1566 这种历史证剧 也都是出自欧阳长林之手 在后来成为 湖南卫视的台长之后 更是以 大长金 仇女无敌等经典剧目 把湖南卫视 一步步带上了 卫视第一的宝座 电视剧之外 湖南京市的综艺 也没落下 1996年 自制综艺 幸运3721 在湖南京市正式开播 该节目 首度将游戏元素 引入综艺 开创了国内综艺节目的 新形态 并就此一炮走红 当时 湖南电视圈里 甚至有黑色星期六的说法 因为50%的湖南人 都在这一天晚上 收看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便是后来 由选秀教母之称的龙丹妮 之后的《越测越开心》 明星学院等节目 也都是出自龙丹妮之手 而这些节目 后来也都无一例外地 成为了湖南卫视的 王牌节目 幸运3721 对标快乐大本营 《越测越开心》 成为了天天向上 明星学院 衍生出了超级女生 可以说 湖南卫视后来的成功 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湖南京市的滋养 他那边的地区域 什么也在用 我可以说